孙颖莎王楚钦在战罗伯勒斯逍遥姐 不料最后出现这一幕 全场都沸腾了 说起孙颖莎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 他每一次比赛都身兼好几个项目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场他的混双比赛 这场比赛是对战西班牙的选手 罗伯勒斯和逍遥姐 这是双方首次交手 所以这场比赛双方在场上打得非常焦重 那么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如何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比赛一开始 对方快速进入状态 率先以4比1开局 孙颖莎王楚钦有点不太适应对方的球路 所以频繁出现失误 对方利用机会将比分拉到7比4 孙颖莎王楚钦自身的失误比较多 对方很快拿下局点 孙颖莎王楚钦挽救了一个局点 最终还是因为失误 被对方以11比6拿下首局比赛 第二局比赛 孙颖莎王楚钦调整状态 率先取得2比0的领先 对方也不甘示弱 将比分追得非常紧 孙颖莎王楚钦加强前三板的制压 将比分拉到7比4 此后双方比分交替上升 一度打成9比6 随着罗伯勒斯回球失误 孙颖莎王楚钦率先拿下局点 这中逍遥倩接球失误 孙颖莎王楚钦以11比6拿下第二局比赛 第三局比赛 孙颖莎王楚钦保持上一局的状态 率先以3比1开局 这一局对方在场上打得非常被动 自身的失误比较多 孙颖莎王楚钦利用机会将比分拉到6比1 对方的战术打得不是很明确 对于孙颖莎王楚钦的进攻 也没有什么办法 他们很快将比分扩大到8比2 对方想要进攻 但是无谓失误太多 孙颖莎王楚钦率先拿下局点 最终逍遥倩接球失误 孙颖莎王楚钦以11比2 轻松拿下第三局比赛 第四局比赛 对方开局就连续失误 孙颖莎王楚钦率先取得3比1的领先 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是很高 配合也不默契 孙颖莎王楚钦很快将比分拉到5比2 孙颖莎王楚钦的落点和节奏都非常好 对方也不甘失落 加强进攻后将比分追到8比9 最终还是因为失误被孙颖莎王楚钦 以11比8拿下第四局比赛 最终是最终是最终的